极具进攻性的杀球动作配合起跳拦截对方来球 启动迅速动作突然能够达到使对手防不胜防的效果 好我们前一集对后残技术中杀球动作进行的这个动作要领和定点杀球的教协 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对移动当中的杀球包括后退移动起跳杀球做一个介绍 那么杀球很多朋友会说我移动步法带不上步子很乱怎么办 那么下面我们也稍带把步法这个教协也算起 那么杀球确实是必须有一个后退起跳再连贯起来加上杀球 这个力度会好一些 另外也有利于下一拍的回动 包括我们前几集说的回动上腕击球完成一个完整的也是最简单的战术动作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示范 看前一点 好准备开始 这是从中路 好停一下 这是从中间的启动位 判断启动 后退一步 再做一个起跳杀球的动作 头顶正手两边 再做一遍 并一步 启动 并一步 好再做 好的 这比较完整 好 这两拍 这两个动作比较完整 我们请下一位学员做一遍 好 开始 起跳 注意 在移动过程当中 初学者一定要记住移动过程当中 手上的动作不能变形 来继续 头顶 好 我们下面把球带上 进行一个两边杀球的教训 移动中杀球 正手杀支线 头顶杀支线 正手杀支线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面的移动 起跳 杀球的教训中 有两个要点 一 启动 再移动 必须 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和移动的方向 第二 起跳的动作 必须协调 抢到高度 和击球点 只有这两方面注意了 在完成好 我们前面说的 杀球的教学动作 整个杀球才算完成 我们再请下一位先生做一次 好 大家看到两位学员 在移动当中 进行了两边后场 起跳杀球的示范 最后提醒大家两点 第一 起跳 要有一定的高度 才能完成手上整个挥拍的过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起跳挥拍中 要注意 击球点的找准 也就是说 球是在空中 飞行的 不是停顿的 那么你的挥拍 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在球 和你的拍 击球这一下 要做出一个提前量 才能 恰到好处的 抢到一个最高点 进行杀球 大家应该在 信念中 重点 体会动作 在同伴的配合下 记住前面两点 一个高度 一个 击球点的提前量 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好这个动作 今天教学就到这儿 来的 请不吝点赞 击球点的 然后 我们下一个 进行 对 什么 我们下一个 有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